你好,今天是五年级第二堂课 我们弹钢琴教本艾弗瑞的第二集 我们弹这一首 这首要弹奏之前 我们介绍一下音阶 音阶,我用C大调来讲 C大调 还有八个声音 OK,听起来是这样 那这首曲子 它是一个G大调 很特别的是发耀声 好,我们要听 我用高音的话 OK,那我们要练的是手指头的弹奏 我们右手 我跟手指弹完以后要三二一 我们左手用反方向 右手交左手 不要忘记发耀声 OK,好 这首曲子 它最主要 就是延续了我们刚才G大调的耳朵的感觉 发耀声 发耀声 我们的手位置 第一个在这里 但是我的左手要打开 然后后面这一段 右手在高音的收 左手长的低音 OK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音阶的延续 它希望你转 手指头转过去 三 好,所以我们的长音 念右手 转 这里会练一个 好,为什么会练这个 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手指头要转来转去 来,我们听一下第一段 机位置不要忘了 发耀声 好,左手 它用在这里 左手打开 左手打开 开 那卡布 从头 左手打开 这个叫Finney 好 我们这里介绍的是 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DC的Cabo 它要你从头开始弹 弹到这个字Finney 就是Finish的意思 我从头弹一次 中间不讲话 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G位置 花药声一 二 开始 我们今天再多介绍一首曲子 从现代儿童钢琴小品里头 这一首是Kabalevsky的曲子 来 看一下它的乐谱 它的乐谱以八分音符 就是半拍半拍为主 可是它这上面都会有一个连线 什么意思呢 再看一次就是这个地方 有多一个连线 有连音跟断音 OK 好 那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有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右手会弹 左手可以被右手交 这首曲子它比较特别的是 右手如果移动 左手跟着它移 它们两个就是靠近的两个音 好 所以你听听看 前面两个小节 再听一次 右手往右边弹的时候 左手也得往右弹 好 那在这个音乐里头 记不记得我们有介绍过这个音程 这是几度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度音程 它听起来的声音 它是同向的一位 同向的六度音 从头听一次 来 往左 往左 来 从头再一次 我不讲话咯 当然如果你可以 可以弹更快 我行 我很危险